大家好,我是小胖 咱们今天再来看这个 骷髅武装 啃着硬骨头啊 对战方这都是不太好点的单位 对面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 咒诗 加魔王 配合着一个化身寺 开场第一回合 兄弟这边是直接 诅咒之商家 雪鱼再配合夜罗叉 直接就开始点上了 那观战方这边 今天是用一个骷髅武装 换掉了 一个雪神木 还是带了尸陀 还是带了尸陀 第一回合点杀成功 那第二回合的话 应该是要用这个 一星幻影 毕竟只有一个雪神木的情况下 一星幻影 也算是一个超高的单点爆发了 但前提你得把对战方的血线 压到80%以下 诅咒之上 无疑是最好的一个特技 愤怒消耗又少 还能打不少的气血 拉起武装 武装这边也是可以直接用蓝量 去代替愤怒 直接就用一星幻影 来一星幻影 给对面咒识普陀 直接换了8100%的血量 小死亡一挂 就这个武装冠的速度 一定要快过地府 如果是比地府慢的 地府快的话 会出现这么 如果比地府慢的话 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就地府小死亡挂过去了 一星幻影 把小死亡又给换过来了 就容易产生一种乌龙 观将风这边 还是比较怕 这个咒识不多的 因为这个 骷髅武装 他只有1600多的血线 紧箍咒过来的 哎呀 我不知道队长风 紧箍咒能够多少血 如果是豪门的紧箍咒的话 确实是可以直接把 兄弟这个武装管 咒死了 我现在还不清楚 对面这个咒识 能咒多少 咒的如果太少的话 那对这个骷髅武装 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影响 当然 一星幻影 有两个前提 一个前提 就是自己的血量 不能低于20% 也就观将风这边的血量 他不能低于320吧 不能低于320 也就是最多对面 只要能咒到1300就够了 能咒到1300 足以让这个武装 用不出一星幻影 仅仅开场三个回合 对两方三个人物被点上 诅咒之烧 又来在针对化身色 业务精 没有去跟对面的化身 无魂给了化身色 是想把这个龙龟给清掉 但龙龟血量还是蛮多的 护上的话也不太好清 对两方也是早早的 用自习的人物操作 卡了一个无龙弹 把小索王戒掉 确实也是怕 观将风这边的一个点上 下个回合呢 观将风地府这边又被套着 所以小索王观将风是挂不出去的 再拉起武装 磁心又吸走了 化身色啊 这个小索王呀 难受呀 诅咒之伤 再给化身色 两千九 疑心幻影可以用了 诶 疑心幻影没用出来 怎么个意思 对面血量不对吗 没用出来 这个疑心幻影 比较尴尬啊 观将风这边 给自己武装 卡上一个武龙弹 怕被武装罐套 武装罐套中以后 它是不能用特技的 对面的血量 应该是高于80%了 所以观将风这边 这个疑心幻影 没能用出来 比较尴尬 幸亏也是给这个特技啊 增加了一些限制 这个特技的限制 还蛮多的啊 就除去刚才 咱们说的一个 血量的限制以外 对双方都有这个限制 其次 就是他这个愤怒 也是非常的高 满愤怒啊 150 但愤怒1到120 已经是顶级特技的愤怒效果 要不然这种特技 真的是要命啊 这种骷髅 门派 玩下来 这么一个特技 整的你玩都没法玩 孩子 跑掉 现在观将风是被对面武装 整的比较难受 再拉起武装 魔王 无穷大 再带走 小爽接着罐 对双方 魔王再一次倒地 武装罐 没套中 套地服不太好套 观战方这边 是可以换一下 对面的女儿村了 拉起武装 射身去 场上两个高速 一心换迎 直接换女儿 小爽一挂 配合的 完美 血雨一人 这女儿直接就没了 女儿直接倒地 之前兄弟也是尝试了 用这个武装 把这个 石头领换掉 但确实是缺了一些 轻宝宝的能力 纯粹的点杀 兄弟只能是把对面人物全部点死以后 通过地厅去轻薄 那样确实操作起来有一些难度 没那么简单的 想把对面一个一个人全部杀掉 太难了 那天看了一下他玩 换掉尸陀的那套阵容的话 也是在极少的比赛里边 大概打了十来场 也就两三场 可以把对面的人物全部用小爽爹杀掉 最后都是输在青宝宝上边 大多数的比赛 射身局 大哥你这么开玩笑 没有上线啊 可能观念方这边 在赌自己的地府出163 1600 水清 保一下武装 武装要去套的 比如说去套一下对面的化身寺了 或者是套的总是不多 没有疑心幻炎的配合 这点不死人的 地府 这边可能又要没了 看一下出不是163 吸收 出163了 地府没有死 那小爽又能挂出去 日月乾坤 再套一下 对面的武装没套中 发文侠 花生死 抖起来 观念方直接换地厅了 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把对面的宝宝队处理一下 两个底厅一起出 武装罐给弄死 武装弄死了以后 观念方这边刚好可以 去释放这个疑心幻影 但是这个归宿 掉头了 那武装没拉起来 因为兄弟的武装前边 这个夜罗刹 一般情况下 他都是全程 拉武装的 全程拉武装 他是个归宿 他是个归宿 他是全程来拉这个武装 没想到刚才掉了一下头 没能拉起武装 那这样武装就没法去偷久 使用特技 现在看一下 这两个地厅 能否发挥出 他应有的作用来 应该是有一个弓的吧 四号位 可能是个弓地厅 换着玩笑 是个法的 兄弟是有一个弓地厅的 两个还是一个了 记不住了 日光滑 也是砸了 观点黄的四号位 尺子也是扔给了四号位 对二号位样子没人管的 这好像 鸡蛋还得分开放 一边比如说扔个尺子 另一边用武器法术砸一下 可能更舒服 瞄准化身刺 又两下雷击差点给带走了 化身刺直接没了 宝宝还被轻尿了一个 哎呦 周氏普通也没有了 这地厅威力足的呀 一旦化身刺没有了 对那红车比赛 基本也就差不多 其他单位都得依赖化身刺呀 最主要的是旁边的周氏普陀 他也倒了 不然周氏普陀也是可以提前两回合 拉起化身刺的 周氏普陀这边是四回合的小手 射身取一 略潜坤再套武装 吸收 武装倒地 把对面武装套了以后 关架风这边都出手啊 不会受到影响 倒地 倒地 死航了 哎呀 多说不说 这武装是真费药啊 又得吃酒转 哎这宝宝 又得喝酒 他这个药费了就快 小层再挂住魔王 魔王也倒了 四个单位倒地 打到现在啊 队长方基本上已经是崩了 哈哈 直接崩盘了 开场的那个节奏太流畅了 前三回合就点倒三个人了 移行幻影 换过去醉酒天狂的状态啊 对面武装也没法用技能了 女儿很无奈 给自己卡了一屋龙 防止关架方的小死啊 但这么个情况是熬不到 花针丝跟普多山站起来了呀 而且队长方哪怕女儿村有瓷杭 但是关架方有前三速啊 一到三速全在关架方的手里 所以女儿哪怕有瓷杭 还没法去拯救自己的队友 兄弟可以去效力 再换一个地厅 地厅是真好用啊 现在 又是一对地厅 这个顺法的也是一个有关照的地厅 拜拜